大家好,这里是历史万花镜 话说明朝红西年间 南京城中有位长相俊俏的女子名幻李灵芷 她从小就喜爱读书 但并不是和男子那样读四书五经 而是喜欢读一些奇门杂学和智怪故事 就是因为如此,李灵芷并没有受到迂腐思想的影响 所以,到了成年以后 她总是梦想着嫁给一个自己喜欢的男子 而不是遵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李灵芷有一位表哥叫做王轩 他们二人从小一起长大 可谓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李灵芷的父亲李世成本来也没有什么意见 两家门当户队 而且还能亲上家亲,何乐而不为呢 可就在两人即将订婚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特别奇怪的事情 有一天夜里,李世成做了一个噩梦 他梦见外甥王轩拿着一把斧子追着他砍 砍得自己浑身是血 醒来之后,李世成只要再见到王轩 就感觉背脊发凉,不由自主地出冷汗 为此他还专门去找相事去算了一挂 最后的挂项表明,王轩有大凶之兆 而且与李世成命重相克 如果两人成为翁婿关系 王轩必将克得李世成家破人亡 于是李世成棒打鸳鸯 拒绝了女儿和王轩的婚事 因为此事李灵芷没少和父亲吵架 这一日李世成正在托人为他说梅 却见李灵芷怒气冲冲地跑回来 喊道 父亲,您不要再为我煞费苦心了 除了表哥我,谁也别嫁 李世成冷哼一声,道 混账话,难道这世间就没有比王轩更好的男子 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 两条腿的男人满街跑 自古婚姻都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休要再与我胡闹 李灵芷怒气道 爹,我真的不知道表哥怎么得罪你了 难道就因为那些江湖术式的几句胡话 您就要毁了女儿的终身幸福吗? 李世成叹了一声,劝道 女儿啊,啥是幸福? 日子过得好就是幸福 你与别人幸福不幸福我不知道 反正你嫁给王轩肯定要倒大霉 根本不是因为别人算得什么挂 爹心里有数 你听我的就是了 李世成也不好意思告诉女儿 是因为一个梦的缘故 所以只能用这种语气劝她 李灵芷奸父亲态度坚决 冷冷地说了一句 既然如此 这辈子我谁也不嫁 就守在家里待一辈子 说吧 转身静止离去 李世成恼羞成怒 指着她的背影赤道 你这个 可终究还是没有骂出来 自此父女二人算是好上了 李世成托人介绍很多优秀的男子 他一个也不见 一转眼五六年过去了 李灵芷也熬成了二十七八岁的老姑娘 自己的闺女嫁不出去 传出去自然也不好听 于是李世成想出了一个主意 这天他找到女儿 劝道 你为了王轩终身不嫁 可是你却不知道 王轩那小子早就成亲了 为父我是担心你难过 所以一直没敢告诉你 李灵芷听罢 身体忽然微微一颤 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 李世成接着说道 为了这个无情无义的人不值得 女人终究是要出嫁的 不为别人也得为你自己着想不适 李灵芷沉默了一会儿 擦干眼泪说道 就算我想嫁 谁又愿意娶我呢 如今 女儿已然是个老姑娘了 李世成不禁思索了起来 因为这几年上门提亲的人越来越少 和李灵芷年纪相仿的男子早已婚配 比他小的男子又不愿意娶老姑娘 这还真是个棘手的问题 这时只听李灵芷说道 我看不如来个比闻招亲 三日后就在我们家外面设类 李世成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却说这一日 李家门外熙熙攘攘 聚集了百十号人 都想看看这个老姑家会花落谁家 这时 一个娇俏的丫鬟走上台笑着说道 我家小姐有一个上连 谁对的下连令她满意 谁就是我家小姐的夫君 上连是荒草丛中见山泉 泉水甘甜 话音刚落 只见一个破衣烂衫 满面胡须的男子走上了台 李世成的脸立马拉了下来 冷冷地说道 不知这位壮士年龄几何 家主何方 家庭出身又如何呢 那人摸了摸胡子 道 李老爷 我刚才听那小丫鬟讲 没有对比闻招亲者 有特殊的要求 怎么你看我这个穷光棍 无前无事 不想把女儿嫁给我 是不是 光棍话音一落 下面的人立即开始起哄 有的嚷嚷道 李家 这是狗眼看人低 李世成脸上有些挂不住 摆了白手示意他对下连 光棍摸了摸鼻子 道 俺的下连是 绿叶丛中有黄瓜 瓜嫩解渴 丫鬟听吧 转身回到家里 不一会儿又从家里跑出来 笑着道 我家小姐非常满意 这位大哥就是我家小姐的夫君 李世成失望至极 他心里正盘算着一会儿人散以后 给这个光棍一些银两将其打发走 谁知那光棍摘下胡子 献出自己本来的声音道 舅父 血儿得罪了 您不同意 我和表妹的婚事 我只能这样做 还请您原谅 许多街坊邻居 其实真的他们两家的事情 纷纷叫喊道 李老爷不能棒打鸳鸯 你得让有情人终成眷属 否则会被人戳几两骨的 李世成也懂得名义难为 众怒难犯的道理 就算自己心里有一万个不痛快 此时也是万万不能拒绝 而且他似乎也明白了 这一场比文昭清 就是女儿和外甥给自己下的套 而王轩故意弄成光棍的打扮 未必不是想借机 讽刺一下他这个做舅舅的 毕竟自己曾经阻挠了他们的婚姻 众人见李世成无言以对 便又高声喊起来 择日不如撞日 今日就让他们拜堂成亲 李世成终于露出些许的笑容 说道 好吧 李家今日办喜事 在场所有人有一个算一个 都来我们家喝喜酒 原本是院家 一转眼却变成了亲家 这也不失为一段佳话 好了 本期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